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 2004年的PayPal1第七條的長題目 未講這條題目之前 你都很聰明 為何今天是BangBangChannel的真人版 當然是我想調教程式 好了 現場版調教程式 首先我今天想講的就是一條SYM的聯絡Program 我們俗稱叫做 有四個步驟 要進入這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首先按MOMO61進入Edit Mode 之後技術機有四個位置給你的就是P1234 你自己選一個位置進入 在這裡 記緊要進入COMP Mode 而事實上這裡有49個步驟 而這49個步驟分別就是問號箭咀A 無號箭咀B 如此類推 四十顆東西全部進入 可以嗎?49顆 而你會問我怎樣進入問號箭咀A 如此類推 問號怎樣打 其實在下面這個換算表給了你 就是問號就是Shift31 箭咀就是Shift32 如此類推 你看這個表就可以看到了 我建議你現在先把螢光幕停止 你要進入這49顆東西都需要時間 可能5至10分鐘 所以慢慢進入 停下螢光幕後再繼續 我在這裡由於時間關係 我當你進入了 所以我們繼續 OK? 我今天都很貼心 在這裡我都特意你進入Program之後 我留了一條例子給你 確保你自己的Program進入對了 你跟著我按 在這裡 例子一 就叫你Solve the follow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 我不是想你用手計的 可以嗎? 就是X加2Y加3等於0 1.4X加5Y加6等於0 基本上按著這個方法按 我記得它的右邊一定要是0 所以我已經是0 所以你就會很舒服,接著按就可以了 ABCDEF分別是甚麼來的呢? 輸入ABCDEF就是123456這些CoEvision 你就按綠色按鍵,就是123456按鍵 按到6了,即是這個位置,接著再按多一下EXE 其實你在計算X,就是出1 再按多一下EXE,你就出Y,就負2 所以你會見到答案就是X等於1,and那個Y就是負2 而事實上,為何會先出X後出Y呢? 不是反過來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先進X後出Y 所以你就先出X後出Y,可以嗎? 我就當你現在懂得用我的包固人 所以我們正式來做這條 好,特朗普都這樣說 2004年PayPal1第7條長題目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現在有一個橙和蘋果 價錢分別是$2一個橙,$3一個蘋果 在這裡,它現在給你資料 現在它說,現花費了$46去購買藥乾的橙和蘋果 總之它不知道買了多少個蘋果和橙 但它只知道總共購買了$46 我用橙色這句,待會方便大家計算 另外,它還有說,藥所購買的橙和蘋果數目 總數加起來就是$20 那這裡是否給你另外一個資料 那我就用綠色筆 顯示它 好了,它就叫你求什麼呢? 就求求所購買的橙數目 而事實上,如果你讓我做這條 我自己就先寫了 那我就會說 Led,X,Be the number of orange 那我就會切橙的數目為X 可以嗎? 那之後,當然就是LedY聰明的 那你就知道我想怎樣 Be the number of apples OK? 那我就當中文的切 蘋果的數目為Y OK?可以嗎? 那接著,第一句說話 橙色的說話 它說現花費了$46去購買藥乾的橙和蘋果 那每個橙就$2 你購買了X個 那就是Total在橙那裡花了2X那麼多錢 好了,再加每個蘋果就$3 而你購買了Y個蘋果 那當然就是3Y 加起來就是$46的總數 那是不是覺得這條色 其實就是形容在橙色那裡? 橙色那句說話就是形容這條色 所以換言之 方便我們自己按計數機 那我計算好它 就是2X加3Y 把46減到旁邊 但務求屈到右邊 一定要是0才能用到我的計劃 OK? 所以這個我叫它做一色 好了,那接著就繼續了 那當然綠色那條應該是第二條色 它就說所購買的橙和蘋果的總數 那個數目就是20 那X就是橙的數目 Y就是蘋果的數目 應該是兩個加起來 就是兩個加起來 理論上就是20 因為綠色那句說話是說的 那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讓你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綠色那句說話 OK? 那如是者呢 當然啦 方便自己按計數機 那我用紅色筆 X加Y 再減20 對 加20 要過去減20 屈左右手邊就等於0 是嗎? 那這個就是異色 那在這裡 沒有人那麼蠢再用手去計的 那on solving 1&2 中文就叫解方程 1&2 那這些當然是用計數機鋪別人幫忙 還有說真的 4分你都猜測到它是怎麼備份 4分又不是多 第一分就擺明是這條色 第二分就擺明是這條色 第三分就是你計到XY出來 而第四分就是你答別人 就是Number of Orange 究竟買了多少個 是嗎? OK? 那所以你先按X後按Y 先按X後按Y 那為何剩下 所以你的答案都是先出X 後出Y 那你先寫定都可以 好了 計數機時候 是嗎? 拿好計數機出來就可以了 那在這裡 我剛才進入了Program 之前已經進入了Program1 那我就按Program1 然後逐個按 首先按2 看到嗎? 就是2 sorry 按錯了 Program1 首先按2 2EX 然後3EX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46EX 好了 再來這個就是1EX 然後這個呢 1EX 最後這個呢 就是-20EX 出來第一個數字就是14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14 X就是14 好了 按多一下 這裏出6 那就是Y的位置就是6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6 可以嗎? 那當然 題目問你什麼呢? 題目問你就是Number of Orange 對吧? 所以其實就是問你X 就是14 那你回人才可以 所以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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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抄 究竟你買了多少個orange 中文就是 照抄這句 所購買橙子的數目 為 是嗎? 為多少? 就是14 是嗎? OK? 行不行?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了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